好 来看到台海两岸 现在都非常关注 就是在昨天晚间 中国海警船到金门外海 将澎湖渔船强硬带回 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昨天晚间 这是澎湖大晋满88号 这个渔船在金门外海 在这一带在作业当中 结果在作业的时候 其实就有中国海警船盯上 好 两艘海警船盯上它 结果强行登舰 而且最后将这个渔船带回了福建军港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路径图是这样 在这边作业之后 然后直接被带回 好 目前在船上包括了洪信船长 还有四名船员 目前音讯全无 好 这过去非常罕见的一个例子 过去如果有船员被带回 还可以打电话跟家人报平安 但这一次完全搞不清楚人在哪里 音讯全无 好 不过我们的海巡 那海巡根据了解 在晚间的九点多 也立刻有回应 好 我们这个海巡有两艘舰艇 好 当时就来靠近 然后用广播的方式 对跟中国海警船的对峙的情况 不过根据了解 当时附近的中国海警船越来越多 好 所以海巡说他们担心冲突升高 所以呢 停止颈椎的动作 好 所以现在几个大家讨论的点 到底呢 好 这个渔船呢 在这边的作业 有没有越界捕捞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其实现在是中国目前的休渔期 好 大家也讨论 为什么中国海警这次那么大的动作 而且呢 居然不让这些船员抱平安 这跟过去呢 完全不同 而且呢 其实当地渔民说 我们在这个海域已经捕捞了几十年 都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突然带回 然后也不让船员呢 报平安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 好 其实呢 过去呢 即使被船员被带走 都还能够打电话 好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在当地啊 包括了一些渔民等等呢 就说是不是跟之前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报导过 澎湖渔船拍摄到 大陆潜舰的画面有关 好 因为呢 当时呢 讲到这个报导啊 大家都说呢 你只要渔民有拍到大陆军舰 有可能可以获得奖金 好 所以这一次呢 中国海型的动作 是不是呢 就把这样的渔船 在这边作业呢 要把他们当作了间谍 所以呢 将他们带回 好 目前呢 如果是这样 情况就会相当相当的复杂 好 所以这整件事情呢 其实呢 这个海巡所说啊 今天呢 将会在稍后 来说明事件的经过 好 不过呢 政治人我大家 呃 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一起来看看 澎湖渔船 西宇竹湾的大静满 八十八号 在晚上于金门 东北角海域捕捞扫馆时 被两艘中国海警船 突然靠近拍照 还强行登舰 最后又控制这艘澎湖渔船 扣押回中国的围头港 对此民进党立委苏桥会 透过脸书痛批 中国现在不只是青门踏户 甚至直接挡截掳人 据了解当时船上 除了洪庆船长外 还有一名台机船员 和三名移工 由于现场有数十艘 澎湖渔船都还在附近作业 但其他中国海警船 却还持续在四处巡逻 也让其他渔船都非常恐慌 对此国民党桃源市议员 詹江村则质疑 应该要说明 究竟是无故强行带走 还是越界捕捞被带走 如果中国无故欺负台湾人 那大家当然要同仇敌忾 但如果是我们有错在先 应该要以对谈方式解决纷争 呼吁不要放任民进党 侧翼操弄仇恨 害惨以后台湾渔民的生计 海巡署金门棚分署 接获消息后 除了派出巡防艇赶往现场营救 并维护其他澎湖渔民船只的安全 而发生地点在距离中国最近12海里 不过这些都是澎湖传统捕捞的小管渔场 也都很靠近金门外海多年来捕捞斗 相安无事 但这一回中国海警船的挑衅意味十足 破坏长久以来的两岸默契 不排除是和中国澎湖渔船 排到中国军舰的行踪 被当成间谍报复有很大关联 还迅速也呼吁中方切勿政治操作 赶紧释放船只以及渔民 勿损害两岸关系 记住黄晴明 好 这个澎湖期大今晚八十号渔船事件 这个另一位陈雪生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一起来听 我不了解有没有捞过戒 有没有越戒我不知道 或是有没有违法捕鱼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我不必要来评论 那我感觉会对于无端章取义的感觉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离岛建设条例 当然是端章取义 他能够解决离岛的问题吗 他没办法解决 我们缺工缺料 是不是 所以开门 那个通水怎么办 是不是 水直接进来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同理心 要去处理事情 要去研究事情 把这个方法拿出来 而不是在那边唱衰 很像我们讲一件事情 就跟中共唱红 这是不对的 人家已经濒临沉下了 我们还在 还在那边干什么 还在合家欢 还在围如夜宴 科武生平 还这样吗 立委陈雪生 他曾经担任过连江县县长 所以针对这个序话 事件呢 他刚刚讲 他说先要厘清 到底有没有违法 或是越界 这个捕捞的情况 目前要先厘清这个部分